一个家里有四个厨房 这是啥家庭条件 来到盛产奇葩的老地方神戴川 今天要唠唠竹内一家 房子有两层 二楼出租一楼收租 现在是一家两代人共同居住 两个老人住一楼 大儿子一家四口住二楼 一住就是48年 孙子孙女都二十出头了 这房子还保持着最初的模样 太太要洗衣服先路过厨房 推开没有墙壁的门 此处有门胜似无门 穿过第二间厨房 开门到了第三间厨房 不知道的以为她饿了吗 最后拿着衣篮子走到户外 注意避开马路上的车 走到自家院子里洗衣服 这是什么魔鬼布局 这回点到的倒霉 但是一级建筑师 福岛路太 被赐予称号狭小的工艺师 福岛看这房子 这也不小呀 称号不保 正考虑要不要换人 竹内就打开了门 只要门开得快 专家就跑不掉 福岛拉人到大马路上 你不觉得你家楼梯很危险吗 刚刚刚在这里 车子接触了 三个人站在马路中间 感慨车子真多真危险 这条还是三岔路 车子转弯屁股 必碰到竹内家围墙 光靠这个竹内一年 就能赚十万 她根本不想改 每天下楼梯 就荡月底冲业绩 撞到都是福气 上楼开门得先碰到门 再后退两步 外人来了也不怕 直接推下去一聊百两 二楼保留出租屋的格局 四间房并排 走上来就能看见 三个并排的厨房 像极了食堂后厨 要不是要放冰箱 这里就是四个厨房 竹导问他为什么不拆掉 竹内觉得留着也没关系 反正自己用一个就够了 25年没用过的厨房 早已生醒 像个古董一样保留着 唯一在用的厨房 父辈受敌 只能占一个人 竹内家就这么凑合我 那扇没墙壁的门 还是从租客的房间拆下 用来挡住家里的三只猫 楼上紧透楼下也紧凑 一家共用一个浴室 小鱼刚泡六口人 没有更衣室 就在大门口脱衣服 更刺激的是 这扇门还是透明的 你说洗澡时脱还是不脱 女孩子洗澡就躲到最里面 要泡澡就拿毛巾遮住 浴室边上是洗脸台 两扇门在同一条轨道上 两边总有人会被关进去 硬气不好会被夹到 竹内拿来老房子的照片 房子是爷爷凭感觉画的设计图 再让木工给他盖出来 原本是个快乐的大平房 盖房子的时候没有钢筋 就用竹子灌进混凝土代替钢筋 浮导的脸愁到变形 还能有这种操作 完全没有改造计划 直接打道回府 待在这种房子里背后发凉 刚才他是不是捡回一条命 竹内家准备了2400万日元 192万人民币 钱起码给的挺多 竹内第二天就回来了 这房子也不是不能改 直接炸了还能试一试 改造第一天 0123准时上门 终于要跟四个厨房告别了 小猫咪全躲进角落 好日子到头了吗 竹内正在收拾男人的DVD 总共有500多部 装了十个箱子 两个孩子也不赖 收藏了四千多本漫画 零花钱不够用 还卖掉了一半 装了三十个箱子 搬完家就空了 房子开始解体 久违地拆房子环节 先将墙地推的 四个厨房通通扒掉 再开始撕墙皮 像纸片一样解压 露出25年的老墙 房子在邪称上开了一扇门 结构叫一个随心所欲 想咋开洞就咋开 直通大马路的楼梯到此为止 上回奶奶刚摔过 这条路碰瓷的新闻少了不少 接着从头开始拆瓦片 用电锯锯房梁 阿怪还是第一次见 房子指定是要不得 不一会就少了一半 路口的车辆松了口气 新玄关开在南侧的绿化带里 把停车位放在家门口 下次出车货直接换车 浦岛开始考虑 一家六口的生活空间 看着房子框架的小戏胳膊 就这还赶在二楼 重叠的地方已经移位 都不用地震 台风刮一刮就在 平房上面加平房 摇起来相当带感 两层建筑像搭积木一样 坚持了几十年 房子里没有一根完整的柱子 福岛相当疑惑 是怎么做到的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二楼的框架 没开二堵 这家人为了开门 把柱子又劈掉一半 敲一敲柱子马上摇给你看 变细的柱子都惨遭毒手 增建的水泥地基 看似坚强实则柔软 挖开就是几个大洞 爷爷说那是驱逐 蚂蚁留下的战场 但是福岛发现被骗了 地面虽然没有钢筋 但是也没有竹子 合着这老头是老年吃该记错了 害他做了好几个噩梦 赶紧加钢筋水泥地基 这回是实打实的地基 坑坑洼洼的大洞一个个补上 在上下层中间用毛栓固定 再一可就不礼貌了 主粮搬来两根大的 固定上下结构 细的柱子加粗固定 二楼那些夭折一半的柱子 配合它的形状 做出另一半完美结合 相亲对象都没这么合适 墙壁的底板换成复合板 结构强度超级加倍 停车场和大门互换位置 第一件进来的家具 当然是浴缸 福岛将浴缸安在一楼 二楼增加一间淋浴间 两代人的生活分开 二楼的淋浴间只有半个屁股大 另外半个福岛另有用处 接着是两代人分开的厨房 一楼装双向厨房 留出一个大客厅 给奶奶泡茶跟朋友打麻将 二楼的厨房紧开一扇小窗 占用其中一间房 成为单独的空间 从小窗门看见一家人 满足太太想做饭摸鱼的愿望 隔间全部拆掉 变成开放式客厅 中间开了一个大洞 特地连接两代人 还真是破釜沉舟的连接 屋顶用上轻便的石棉瓦 减轻屋顶的重量 外墙选用耐久材料 不然一个月被车撞三次 这谁顶得住 房子逐渐变成一个大黑壳 从建到房子第一天起 他心里就有一个大大的心结 竹内一家暂住在超市二楼 同样是室外楼梯 看了一眼室内 只能夸一句还挺好晒衣服的 住在这爷爷一日三餐都是吃面 也不是没饭吃 就是爱吃面 一天能吃一大盘 这些都不是重点 福岛是来借DVD的 一共720片 这可比500片多得多 福岛带着私心问他有没有想丢的 竹内却一个都不能舍弃 除此之外 还有小孩收藏的2000本漫画 福岛白来一趟 还多了220片DVD 雪上加霜 第二天抱着纸拉门 就要把竹内加封了 将地洞围成一个天井 推拉都很轻松 也能打开天窗给一二楼透气 为了连接两代人打了个洞 又怕人掉下去把洞围了起来 这番操作真是脱裤子放屁 晚上纸拉门当作夜灯 就这么看着也挺美 工地搬来六个纸箱 全装到头顶 这是给竹内收藏的DVD准备的 一共能放600片 希望竹内好自为之 上头安有灯管 随时工人欣赏 接着是两座大木柜 安在中间当作隔墙 摆上2000本漫画书一举两格 竹内还给爱吃面的爷爷 准备了专门放面的装置 一次能放十天的量 拿的时候就从下面取 配上小水槽 煮面洗面立竿一气喝成 改造顺利完成 扶导在门口摆了一盆水桶 就浅浅地展示一下原意吧 碰此老房子看上去宽敞不少 必定成为车辆转弯首选空子 大门口是以前的瓦片 做成防滑地砖 推开门就是木质玄关 左边是大型鞋柜 右边是长椅 楼梯就在大门口 一楼合并成客餐厅一体空间 一扇落地窗户通往庭院 小厨房拥有两个水槽 满足奶奶的日常使用 洗完碗就直接放在沥水板上 按照需求能将厨房台面拓宽 上下都带有收纳空间 小水槽除了主面也能切菜 庭院带有木质栅栏 两扇门互通 一排长椅放着茶具 脚底是石子路 打底花跑也很方便 冬天把拉门关上 避免暖气跑出去 餐桌边的柜子排排站 拉开全是奶奶的收纳 最边上是一个大置物间 楼梯下方开了一扇小窗 里面做成一个小空间能做家务 靠近厨房的一侧还有两扇门 盥洗设备通通在这 动线清晰完整 这家没有的更衣室也有了 泡完一缸水就能闭着眼走到卧室 双人床顶呱呱 大窗向着庭院敞开 老年夫妻每天看看风景长命百岁 卧室也有一间衣帽间 不管多大的东西都能放 二楼拆掉走廊 变成宽敞的客餐厅 吃个饭还能抬头欣赏DVD 想爷爷奶奶就打开这个通道 往下看一眼 别提多诡异了 底下是漫画书柜 围绕这个天井做了四面柜子 福岛一看就没养过猫 三只猫就放了一个猫砂盆 厨房属于太太 这么小一个窗口像极了食堂案 前后都有充足的收纳 看得出这是在收纳里盖了一栋房 出门是一洗衣机和淋浴间 这就是另外半个屁股 边上是洗手台和卫生间 始终坚持一家人泡一缸水的原则 两个孩子的房间在餐厅边上 原本是厨房的位置 中间以衣柜相隔 等女儿出嫁 这间房立马消失 客厅就扩大 儿子的房间只有衣柜和店的不多 对男孩子来说还是太奢侈了 竹内夫妻的卧室还算宽敞 一张床感情好 收纳衣柜充足 南面是一层阳台 虽然缩减了面积 但所有生活空间都包含在内 预算控制的刚刚好 历史半年 一家六口回家收房 爷爷奶奶打头阵 这太让人无语了 漂亮到说不出话 奶奶最喜欢这个专门主面的厨房 照顾废费老公方便许多 一家人争先恐后的看更衣室 这就是传说中的更衣室了 玉高能坐近三个人 餐厅也很宽大 竹内表示今晚要看僵尸片 以后一家人为了能多见面 还得多钻洞 强行整出同居的感觉 太太把设计图都翻烂了 竹内真是不容易